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行前 大家早安 家人们早安 我们今天要来到父子有亲 情诚有义 我们再把昨天跟前天的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可的训终训 复习一下 天时不如地利 训终训 修办时机有己卧 仍有善宴天必知然 听真言未必顺而 尝苦未方是良药 拨乱反正守清贫 世人除静不除心 终朝溃叹时不已 田言方府熟人归 至五相相本无种 南而奋发当至强 君子成人之美 德则四海之内皆兄弟 君子何患孤无为也 地利不如人和训终训 真命的美好 再以大家其力开创圣洁的净土 良善的本心为前提 慈悲的真心众生起 喜喜的欢心热不平 世事反省检讨自己 时时端正修养自己 化力气为祥和 化战场为天堂 展现和谐和平和座和和心气象 好 我们今天要来到的是 孟子藤文宫上第四章的 里面有一段 今父子有亲 今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婿 朋友有信 那这段话的出处啊 是这个在大乙治水之后 水患已经平了 这个后继就奉命教导人民 包括交耕种 种植五谷 然后五谷成熟了人民 才能够得到养育 所以人之有道也 所以一般人的习性 都是吃饱穿软之后 才能够教导他有关礼教方面 就是饱食软衣 义姬而无教 假如吃饱穿软之后 没有教他们礼教的话 则敬于勤受 所以圣人有这样的担忧 就使这个穴为师徒 交人 交以人伦 这个人伦就包括 父子有亲 金城有益 夫妇有别 长幼有戏 朋友有心 那就是我们今天要上的 那我们今天要来先上全面两个 父子有亲 金城有益 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父子有亲 金城有益 训终训 道本常而不便 修道应以真理为依据 真知拙见 以其民体达用 供身实见 故本利而道身 平时之刚常伦理 是身佛之规律 人身处世之法则 绵绵若存 天地之根 圣贤的教化 一身弘扬 孔耶人 孟起义 孝季忠信 礼义廉齿 蕴含着深厚精神文化 以道脉心传 道德是维系社会和谐的常规 感叹专心之事 古道沉沦 古风败坏 众生贪婪 这一段的意思大概有六个部分 都是在讲修道 因为道是宇宙人生的真理 它既有恒常不便的一种特质 所以我们要讲修道的话 就要以此真理为依据 才能够有真知拙见 才注意买民体达用 其次呢 讲到修道的根本 是在于自己身体力行 叫做公身实践 这一个真理 根本确立了 生活自然有道 做人自然有得 其三 修道要让生活有道 就要从平时 就是平常日常生活当中 自刚常伦理做起 生活要有规律 而且呢 人生主事要以道做准则 第四 修道在绵绵若存的涵养 这是老子所说的 绵绵若存 其实就是一手贤官 手贤归零那种感觉 找回天地之根 一身 效法顺贤推展教化 一身弘扬 孔耶人 梦起义的圣道 第五 修道在践行 孝剔中性 礼义灵子 这些就是儒家所提倡的 最基本的 但是呢 其中所印含的是 深厚的精神文化 以道脉心传 最后 第六 修道在推展道德的教化 它是维系社会和谐的常规 感叹 今知事 古圣的道德 刚常沉沦 孔梦仁义之风败坏 皆因众生贪婪所致 好 那我们现在就一一来看 第一部分 道本常而不变 这边讲的就是说 道是宇宙人生的真理 它是一个恒常不变的一种真理 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所以 我们叫做真理 那修道呢 应以真理为意境 我们今天修道呢 就是要学习 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 所谓的真理就是很久不变的 如果这个东西久了就会变 就会不见了 沉住坏空 都在变 那这个就 不叫真理 真理呢 是这个东西会变 沉住坏空 春夏秋冬 适时应行 虽然你看它是在变 但是变的背后 有一个恒常不变的那个特质 那个特质就是道 所以我们今天修道就是要依这个真理为依据 这样子才会有真知灼见 才能够明体大用 所以什么叫做修道呢 其实就是根据这个 升天升地升万物 恒常不变的这个道 也就是这个真理 唯一句 那根据这个道呢 道是一种 天有天理地有地理做人 也有根据这个道所延伸的做人的道理 根据这个做人的道理 比如说父子有亲啊 精诚有欲 这个就是做人的道理 从这个道延伸出来的 那根据这个道来作为修正自己 一言一行 一起一动 言行的一个意气 所以这个叫做道 修道 也就是当我们偏离这个道的时候 要把它修正回来 这个叫做修道 其次 公身实践 故本利而到胜 其次呢 我们谈到这个修道 它有一个根本 这个根本 其实就是要从自己本身做起 叫做公身实践 所以为什么孔子交易弟子 第一堂课就是跟弟子们讲说 回到家要先学习习孝顺父母 有爱兄弟 消替也者呢 实际是人之本 所以要从这个根本去公身实践 这个真理啊 虽然是天地的道理 都是这个真理所造化出来的 但是修天道也要从人道做起 也是这个根本 所以修道的根本 也就是这个人道 人道 就是我们讲的父子有亲 精诚有义 其这都是人道 公身实践 就是自己要切切实实的去做 根据这个真理来做 那这个根本如果确立了 自然生活当中就有道 所谓的生活有道 就是我们的一行一挤一动 都没有离开这个道 都以道做准则 然后道为体德为用 修道离不开生活 生活要有道 修道也离不开做人 做人要有德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根本的道 没有先确立 也就是人道没有先确立 那我们呢 生活就没有一个根本的意见 那做人也不可能有所谓的 那一种让人感觉到 是一个有得者 所以生活要有道 做人要有德 就是要先立其本 立其本就是要以道 以这个真理去实践 再来 第三 平时之刚常伦理 是生活之规律 人生处世日法则 所以修道 它是方方面面都离不开生活的 平时就是平常的生活 那这个道呢 那这个道呢 不只是在父子有亲 精神有义 它还包括精神父子 夫妇兄弟朋友 这个叫做刚常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 把这个道落实下来 也就是做好刚常伦理 让生活呢 有规律 有规律就是有道的意思了 这个好的生活习惯 就决定一个人 好的命运 跟好的未来 那好的态度 就决定一个人 将来的高度 所以这个当中都有它的道 道理 都是根据这个道理来的 所以这个叫做人生处世 要以道做准则 道呢 在这个天地间最像道的 就是水 水就是有这个道的那种 智慧跟德性 所以我们要以水的德性 水的智慧来学习它 水呢 就像谦卑低下 而能够沉起道 功臣不居 而能够勇流民 那种道的精神法则 就是我们所学习水的那种德性一样 好 再过来 绵绵若存 天地之根 圣贤的教化 一生弘扬 孔耶人 孟起义 来到 第四点呢 就是 这个修道 不是那么简单 为什么修道自古都要拜明师 因为道在自身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 从自己身上的这个道来开花 那 怎么样呢 开花这个道呢 道德经里面讲 要懂得观其妙 观其窍 观其妙窍 在观其妙窍的过程 就是一种绵绵若存的感觉 就是说你如果抓到那个妙窍了 那个妙窍有打开了 当你一手闲观 那个地方就有一种感觉 就有一点感觉 好像那种 那种 老子的形容 叫做绵绵若存 所以这个地方 告诉我们修道啊 一定要拜明师 得寿明师的指点 帮我们开启 那个道的枢纽 那从那个地方 其妙窍 绵绵若存 那一种 其妙呢 就是先涵养太河 因为一手闲观 就进入太河 这个也是找回天地之根 因为人的身上就有天地之根 因为天地之根就是道 因为道造化天地 应该说道造化宇宙人生 造化天地 无所不在都有道 所以道是天地之根 我们人的身上也有道 因为我们人也是道的造化 所以如果我们懂得找回生中的道 这样子修道起来 才能够真正抓到根本 也能够真正找回天地之根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去发挥了 如果我们是从根本确立了 就可以效法圣贤推展教化 就像一生弘扬 孔耶人 孟起义的圣道 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呢 就知道要根据孔子孟子 所留下来的人意之道 来做人处事 来推展这种圣人之道的教化 因为当我们对这个道有所体悟之后 我们就知道我们该做什么 因为这个道是天地间最尊贵的 我们人的身上皆有其道 那古圣先贤都是把这个道发挥出来 才能够成就古圣先贤 所以我们如果有所体悟 有所了解 我们就知道要去发挥 发挥呢 就像这些圣贤一样 他们就是孔耶人孟起义一样 发扬这个圣人的教化 好 来到第五点 孝提中信 礼义廉子 印含着深厚精神文化 以道卖心存 其实这一段呢 是在街前面 孔子跟孟子 他们所实践的 其实就是 从这个孝提中信礼义廉子开始 教我们来做 所以我们修道呢 得了这个名思一点 除了懂得绵绵若纯的涵养太和 我们在生活当中要不理道 就是要去实践 孝提中信礼义廉子 这些三康五常五人八德 因为这当中都印含着 深厚的精神文化 以道卖心存 最后 道德是维系社会和谐的常规 感叹观金之士 古道沉沦 人封罢有坏 众生贪婪 所以 这个信中信 虽然是讲 父子有亲 精神有义 其实呢 他讲的就是一个 要去推展道德的教化 因为孟子 这一章里头 就是那个 在讲如何 当人民吃得饱穿得软之后 应该怎么样来推展教化 推展教化就是要根据 这个天地 这个道的真理来推展 那根据道的真理来推展 道是体德是用 其实就是推展道德的教化 就是用道德 来维系社会和谐的常规 然后最后呢 感叹 金之士 古圣 道德 刚常都沉沦了 叫做古道沉沦 人风败坏 孔闷的仁义之风 已经败坏了 为什么呢 皆因众生贪婪所致 不知道遵行道德 好 最后我们请叶利讲师 帮我们读一下 今天的信中信的内容 好 好 谢谢大家 金之士 君子有亲 君臣有义训终训 道是宇宙人生的真理 具有无常而不便的特质 因此 修道应以此真理为一句 才能有真知灼见 才足以名品达用 其次 修道的分本 在于公身实践此真理 根本确立了 生活自然有道 做人自然懂得 其三 修道要让生活有道 居从平时钢肠文体做起 生活要有规律 人生处事要以道为准则 其次 修道在年年若存的寒养 找回天地之根 效法圣贤飞散教化 一生弘扬恐约人 目取义的顺道 其五 修道在剑行效力中性 比义连几 其中即蕴含着身后精神文化 与道脉心传 其六 修道在推展道德的教化 它是维系社会和谐的常规 感叹今之事 古世的道德当常成 孔孟仁义之风 败坏 皆因众生贪婪所致 好的 感谢 那我们 现场的我们再来把信文读一遍 父子有亲 今曾有意 信中信 道本常而不便 修道应以真理为一计 真知灼见 以其民体达用 公身实践 故本利而道身 平时之刚常伦理 是身佛之规律 人身主世之法则 绵绵若存 天地之根 圣贪的笑话 一身弘扬 孔耶人 孟起义 孝替忠信 礼义廉 印含着深厚精神文化 以道脉心传 道德是维系社会和谐的常规 感叹观今之事 古道沉沦 人风败坏 众生贪婪 好 最后我们来到的是 恩师以路白话训 好 今天要谈的是 愿与味 来我们请 叶利讲师帮我们读一下 来 好 上天是给你的 只不过是让你有负起责任 学习的味 这个味 还不是上天真正肯定的味 是不是 是懂 非懂 在此 唯师在引用圣经中的一段话 西提太的儿子两个 约翰进前来 对耶稣说 父子 我们无论求你什么 愿你给我们做 耶稣说 要我给你做什么 他们说 是我们在你的荣耀里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说 你们不知道 所求的是什么 我所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我所受的是 你们能受吗 好 这里长到一个味的问题 我们知道 儒家讲 数位而行 金城 有义 父子有亲 夫妇有别 朋友有性 这些其实都是在讲一个位 就是说有时候 我们 在某一个位子 比如说我们是为人臣 那你在那个位子 那为什么你有那个位子 还不代表你就是 会得到上天的肯定 那要看你怎么做 看你会不会做 能不能做 那所以金城要有义 意思是说 当你来到那个位子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义 你也不能够得到上天的肯定 所以你要把那个义做好 父子有亲 当你为人父的时候 为人子的时候 你要把那个位子做好 这样才能得到上天的肯定 就好像这边讲的 耶稣说 你们不知道 所求的是什么 我所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我所受的喜 你们能受吗 所以你要有那个位子 也要能够做到那个位子 所应该做的 不是说那么简单 你有那个位子 你就有办法 来我们继续读 他们说我们能 耶稣说 我所喝的杯 你们也要喝 我所受的喜 你们也要受 只是坐在我左右 不是我所能试的 乃是为谁预备的 就试给谁 这个道理就如同 你在一所学校里 只要你想读书 你都有站在这个学生的位上 所就读所有科目去学习 吸取老师曾经学过的东西 但是 最后你是不是能在这所学校 顺利毕业 被得到肯定 而是以学位 拿到文件 又看你是否很努力读书 是否有上纪的诗 当你到学位 这个位 才是被所有人肯定 认同的位 同样的道理 今日诸位半道人才 是这色上帝赐给你们的学习之位 至于最后是否能被上天肯定 正得无极理天之位 就看在各位的发心勇气 为师这样比喻 可以进一步的了解吗 可以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了解到 这里面包括几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领受了天子 这个就等于有了位 但是有了位 并不代表我们将来 就有上天的那个 因为这个位的国 这还要看个人的努力 看我们的努力 就像我们去到一个学校 如果我们 进了这个学校 没有用功读书 不见得将来就能够 毕业拿到文凭 但是呢 在人世间 我们说修天道 由人道做起 你要修上天的果位 虽然你有了天职 那你不能说 那我只要天职的工作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家里也不要了 我个人的 应该做的本分 我都不要了 那不行 所以我们还是得要 父子有亲 夫妇有别 兄有 地公 这个朋友 有那一种性 这个 孝季中性 礼义 廉此 这一些呢 都是我们在人道上 你的位置 你在哪里 你就应该要做 比如说 你为人臣 你就要把这个 忠 这个义做好 那 这个为人父 你就要把这个词做好 就是说 其实在人世间 我们也有 我们 人道的位置 在上天 当然我们有天职的位置 这个 人道的位置 要先做好 因为修天道 由人道做起 人道的位置做好了 将来你上天的位置 自然就会有了 那其实上天的位置 也等于是 人道 要把它先做好 你才有天道的位置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 告诉我们的 就是 就好像我们 这边要谈的这个 父子有亲 精诚有义 其实这些都也是讲 我们虽然 都有 领有天职 上天的办事严 但是我们也应该把自己的 本位 就是我们在人间 作为人道的基础 我们的位置也要做好 将来才有上天这个位 好 我们今天这个 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